第三兩個人 避堆調查員 這個很有野心 比哪個位置 天啊 花了二十六年找到那個地方 原來是他漏了一個當滴水 所以當時那個作者 他不知道這種地名對我們人 對我們居住空間的重要性 龍潭的水文化環境 我們就從 它可以分比較人工做起來的 就是琵塔 和水引過來到琵塔的浸入 那這個浸入最大的挑戰就是石門大浸 那石門大浸透過高陽之浸跟低陽之浸 把水送到龍潭 因為它台地比較高一點 那枝渠就比如說龍潭市區本身 它以前它有豐貴口皮 還有龍潭大皮大池等等 它都要浸入過來 先仔細看一下你們那個水面上 應該會看到很細微很細微的小氣泡 會在上游 誰會在下游 雖然這邊看起來沒有所謂的上游跟下游 就是這個琳角 琳角在這邊 這些水地設施被導引到其他地方去 有沒有看到 這一條繼續往下 修竹水劇嘛 就會產生那種相依相共的一種關係 可以說它就是一個水域的網絡 同時也是一個生活的網絡 然後最後也會變成一個信仰的網絡 那這四個神獸的名字 其實都已經隱藏顏色在裡面了 街數算出來之後 你還要再去算它相當於幾層樓高喔 老四照是哪 找到了 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高原是一個很重要的茶產區 那這個茶不需要很肥沃的土壤 它就可以讓它長 因為它主要是要長葉子 這個鞭它還沒展開 它還沒展開 這個展開了就叫葉了 各位同學回到你的任務單 一心二葉有沒有畫對呢 你們覺得它長得很像什麼形狀 這個是一個狗嘛 它是要支撐屋頂的 所以江夏堂它們家姓什麼 來 準備 放下 一 我們散禁王 對不對 應該是算是買了土地之後 立刻就有生產了 所以它們養了大概有100個 大概有150個採茶工 有70個長工 這麼多的人 一定要很大的財力才好 所以它們也開始覺得 我是不是應該去蓋一個好的房子 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江夏科文主堂 這個儀式裡面會拜一個人 唱歌 你怎麼講出來了 對不起 它說明一下聖基亭它是用來做什麼的事情 我們的主題要做什麼 稍稍 對 沒有錯 拍了一些老照片 然後你們就是要觀察照片的特色呢 把它變成一個新的蚊子 三個結合在一起 幾幾幾 好 三個 我可以給你們看 我們幾個月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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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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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當地水 就是當地水 水滴到哪裡呢 聲音 水滴到 你們有沒有人要不要模仿一下 那就是他們的祝陰耶 對不對 祝福大地還有永遠平安性 因為這就是永福宮 喔 所以你們解釋也是用永福宮的 哇 永遠永福宮 這裡又有一個宮字 齊詞曲 奧義